民主總統 你打開 你自己打開好不好 自己交代親子跟採想幫你好不好 2月26號的時候 本局有接獲熱心民眾的通報 有發現一個行急詭異 疑似车手的人在跟一个女性的民众来交付 跟他取款 拿到这个一包看起来蛮大包的包裹 那我们听到这样子的线报之后 就赶紧派员去跟踪 那在这个头粪交流道那边就把他们拦下来 那当时就拦过了这个监控手 是台籍的监控手 然后以及一名马来西亚籍的车手 那当时这个被害人呢 他是因为交往拍 所以为了要去能够尽速的取得货 所以先预付了这一笔这个预付金 那因此受骗 那我们也在这个案件里面成功查获的这两名犯线 那我们在近期呢就有发现到 在本霞从今年初到目前为止 已经有查期到了37名的外籍车手 那其中在最近期这两个月 有特别发现有马来西亚籍及香港籍 他们是以观光的名义入境来台 那他们在当地的时候应该是受到这个朋友的招募 或者是有看到这个相关的求职广告 那声称可以这个免食宿 然后免食宿免住宿 那这个另外在这个短期打工 这样子的说法来进来台湾 然后担任这个诈骗的车手 那在这边也要呼吁 这个我们的这个诈骗车手 都有进行这个 又都有进行侦查 那所以其实落网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要提醒这些 法来西亚及这个香港的民众 千万不要受骗上当 那以为能够免食宿招待 实际上这个获利 跟这个会被逮捕的几率 是得不偿失的